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畫板節目 我是Ryan 許懷恩 今天有我的好朋友 Nigel 和我一起訓練 Nigel 你好 很多朋友一開始踏畫板都想留念一下自己的過程 Nigel拍了很多很棒的畫板影片 Nigel 你覺得最好的方法是怎樣拍呢 如果你剛開始最主要有DV機 拍攝的DV機 然後有電腦 一個就用來拍 把影片放在電腦上一點 我們還要加多一個Fish Eye 魚眼鏡 魚眼鏡可以在近距離拍攝著踏板的人 我也留意有些時候 扮仔的片面不是坐在那裡拍 有些時候是跟別人 這些是怎樣做的 你看到那些一直在動的畫面 其實拍的那個人 都要踏著那塊板 所以你也要有少許技術 一邊踏 一邊踏 追著 如果第一次拍這些畫板影片 你哪裏可以多拿一些想法呢 如果第一次我會建議你們 先看看別人的影片 看看外國的影片 香港的影片 然後學一下別人怎樣拍 什麼角度好 什麼好看 然後熟了 之後就試一下自己的風格 可能你喜歡在這個角度 遠一點的 近一點的 就自己試一下 嗯 OK 那大家也可以試一試 今集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今天教你 Front Side 和 Back Side Half Cap 這個花式的特別之處 跟之前 Front Side 或者 Back Side 180 的分別 就是 它的方向就會變成 Switch Stand 的方向 Date Half Cap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肩膀位 那麼我們 因為剛才是 Switch Stand 的方向走 那麼我們 重心向微微45度 肩膀轉了 然後一跳起 把身 向回一個正方向 這樣 就會做到這個花式 我自己玩 Half Cap Oli 那個最主要的腳位 都會後腳 就放回這個 Tail 這個位 前腳就在四顆螺絲的後一點 當你 後腳拍起時 前腳就會帶起塊板 那你 將塊板 扯平 同時 肩膀轉 180 度 你 會向回你的正方向 這樣 就會漂亮了 Yeah 今次去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啦 個人時間擊掌握住運動